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就是所有的三原论 我们人类的认知是最清楚的 认知是无法解释三原论的 中间其实严格讲就是 集合不含华生相的议题 其他的预设 从这里切入老师对整个文化的看法 我跟老师提一个意见 因为我们的预设数学都把零当成自然数 一就是集合数 因此所有世界所有的问题 就是自身跟他身的问题 那你从这个零永远无法解释自身的议题 因为自身就是你怎么来了 没有办法来了 所以我说能不能预设 我把一当成自然数 那我一基本上就自身了 我就不教会他自身的意里 所以老师说可以了 怎么讲都可以了 他意思就是怎么讲都不对了 你那样设定当然可以 所以我说我那样设定 我说很简单 我说把一当成自然数 那一里头就包含在基本上的阴跟阳 那阴阳又不平衡它就变成二 二为什么会变成二 它这个力量就产生了 把二变成三 这个力量产生 所以这个力量也不就是他身 也就是自身 所以全世界其实最难解释就是 所有的议题 只要没有力量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力量来自哪里就是最大的神秘 就从这里开始 就请教老师的这个基本上 他最高的心得 那么他跟我讲了半天 有些我是听不懂的 所以今天我想老师是不是 从这里引发 我们刚才谈的这个A等A 这个G等这个 完了整个后现代所有的问题 其实都是发生下的议题 还有就是预设的问题 去看所有全世界的文明 是吧老师 是吧 包括完毕 我跟你讲 他讲出这一大堆来 也很不简单 你们完全解释了 听得懂啊 我已经蛮惊讶了 只有一个问题 只是那个0和1之间的关系 那我因为预设不正确 对 但我这可以解释了自身的问题 我可以解释自身的问题 你自身可以自身 是我官员的 没有问题 但是0和1的问题 到底是0是发生象的 还是1是发生象的 这个随便你说了 没关系 假如你是SKMetal设定法去做的话, Piano讲得很清楚, 画一个括号, 0也可以当第一项, 1也可以当第一项, 但在我们来看是不行的, 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们有个自身的问题嘛。 对,他们不讲人的问题, 不讲人自身的创造性的发生性, 在形式上的发生性, 所以统统变成设定性。 那样子一旦设定出来之后呢, 他就发现, 括号外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在括号外面的。 我告诉你, 那个叫做我在40岁左右的时候, 在什么书里面写, 叫做《形上的隐含》, Conservant of Mathematics, 就是我发明的。 因为我们通过了西方的方法论, 拼音为这种发展到今天数据, 最根本问题就是设定法公社。 那形上的隐含, 隐含就是发生项了嘛, 对不对。 行上的隐含, 后面就是发生项。 发生项是不写出来啊? 对啊。 你就隐含了。 对不对。 你写出来就不是隐含了。 说出来就不对了。 对, 不是不对了, 就是不符合于那个事实。 但是你对你自身来说, 一个系统设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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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这个零和一之前, 我在证明了半天。 在我来说, 那个零是一, 那个括号以外的一个数。 括号以外的一个数, 西方的逻辑人家都懂得了。 就有一个数没有说出来的, 那个叫发生项。 但是我们只讲发生项的时候, 就很危险。 好像就有一个第一项, 你知道吗? 对。 发生项是没有说出来的, 在对。 你把发生项说出来的, 就不是发生项。 但是所有说出来的数, 假如都不符合真正发生项自体的话, 通通是发生项以后的数, 对不对? 但是发生项以后的数, 谁们没有一个东西的话, 你说的那个例子吗?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老师, 我只要感激到发生项,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要说, 说就是变成集合吗? 假如我感觉, 是不是就回到发生项本身呢? 但是发生项本身没错了, 但是假如只按照西方拼音文字的这种, 符号性的逻辑, 来发展它的文明的时候, 这个发生项, 只讲发生项这个词, 是不够的, 存在来的, 存在来的, 存在来的不够, 是不是? 就是, 你既然发生什么东西是你发生的? 力量啊? 对, 那个力量就说不出来了, 就在所有的数, 所有的文明表达背后的, 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所以刚才这个问题, 你不要想按他这样说出来的, 对我来说, 设计, 从亚里斯德德一直到, 后现代数据世界, 通通是一条线, 通通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然而, 从发生项来说, 我们可以从设定, 往前发展到N项, 到无限项, 对不对? 但是, 你就没有办法把发生项, 正变性的变成一个正整数一样, 说出来, 就没有办法。 因为既然是发生, 就是那个力量, 就是那个力量, 既然是那个力量, 就不是那个符号,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意思之一, 拼音文字和那个, 异乡逻辑的, 我们的文字, 我们的文字, 相形文字, 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以那个对象来说的, 一个是以人本身来说, 差别在这里, 你以对象来说, 就是那个object, 所以随便你可以设定, 你可以这个叫做弧, 叫做碗, 叫做什么都可以, 这样你可以发展就可以,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发生象, 假如放在, 我在写那个, 行善言第一册, 就是放他的文字, 你把那个发生象, 当作创造, 使人给的力量, 这个符号才能够往前走的话, 这个太麻烦, 太复杂了, 那西方人很简便便宜啊, 他把那个不能够表达的发生象, 通通符号化, 所以他就变成符号哲学, 就变成设定性的系统, 就变成souradical, 一定变成, 通过方法, 符号通过方法, 就变成一个理论, 但是, 通过设定而讲的这个理论, 永远不是绝对性的, 唯一的理论。 那老师请问你, 你说这个发生象, 说出来就是基本上是集合嘛, 但是你今天, 我的感觉能就感觉到它存在就是, 发生象是存在的, 而不是不存在的, 可以这样说吗? 他没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就没有力量去创造, 设定你不出来。 但发生象基本上是存在的, 不是预设的, 假如这样讲, 是不是?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说它是发生象, 就有一点设定性在里面。 但它事实上就存在啊, 因为你的事实上就存在, 所以你不能说它就不存在。 和那个N相不相同就在这里。 对对对, 所以发生象基本上是应该是存在, 但是一说就错, 就应该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 一说就矛盾了, 一说不堪自体啊, 就是矛盾了。 但是它是存在嘛, 当然是存在。 存在问题是两个啦, 存在问题就是没有在符号里面, 它就是那个字体像, 数学里面就叫做, 是要乱无识。 那用西方人来说, 它讲的一个对象, 是一个符号, 我可以控制它。 什么人控制它? 人控制它, 你创造力控制它。 那符号本身不会动呢, 不会走呢, 为什么人都看不到这一点? 但西方人很厉害, 他不管那个设定的基础是什么, 他就可以设定一个发生项, 他就往前走了。 因为往前走的这个没有发生项, 没有第一项, 所以一定有一个limitation。 所以西方人的理论一直变, 数学一直变, 它不经过变化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死掉了。 但老师, 你这样讲, 你说数学比较究竟, 那你这一直讲一讲, 一直变去, 它都是发生项后面的集合, 所以你集合永远是不究竟的, 所以数学也是不究竟的吗? 你照理这样, 是不是? 这都有一个limitation。 最明显就是那个无限大的符号, 就是数学里面讲无限的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因为基本上, 以我来说, 我36岁懂了格兆尔正名, 我才算懂数学, 懂物理。 但是我们看起来, 那个符号本身不会走啊, 对我来说, 太普通, 太重要, 太被大家忽略了。 一定是人参加到里面, 那个符号才会走啊, 那个方程师才会出现啊, 那个理论才会被创造出来啊, 背后有一个东西存在, 就是你说的那个存在。 对啊, 就是力量文。 对啊, 那个力量, 根本上, 本质上是人的参加到里面。 爱因斯坦懂的, 那个就是Holocination, 叫做intuition, 叫做什么什么, 对不对? 但是方程师出来的, 就是一个form。 所以就所有的文明, 都在这两个方式下来进行。 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的存在下, 你可以测量的, 可以推演的, 形式的进步下, 一直往前跑。 这两个系统一直在, 任何文明一样,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 这两个, 形式上一直往上, 一直往前跑。 那个人的创造力在背后, 一直往下面走呢, 西方人不管呢。 那老师可不可以解释, 那个力量, 那个创作的力量, 就是乏生象本身呢? 一口还是不一口呢? 你说一口也可以。 只要你把乏生象, 规住存在相的话, 它永远不可能乏生嘛。 对对, 你把乏生象, 规住存在相的话, 就像罗素相, 没有第一原子面积一样。 所以, 它就变成两个东西。 你把乏生象说出来的, 集合论, 画了一个括号, 对不对? 你算数, 从零或者从一开始, 画下去, 就可以往前跑了。 对, 是不是? 所以, 真正的发现就被忽略掉了。 我第一个发现, 数学家, 逻辑学家, 看到这个问题的, 是个波兰的, 逻辑学家, 叫, 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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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波兰有一个, 好像是他。 他说, 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都是讲的那个箭头后面的东西。 老师, 假如说, 你的易经那个两话, 就是阴阳嘛, 那第三话, 师父可以讲, 就是伐身向力量呢? 就是人嘛, 人就是代表力量而已。 那不是第三下, 那个是第一项吗? 对, 第三话就是power, 就是伐身向, 否则它不会伐身啊, 是不是? 就是人啊, 人就代表力量。 第一经里面, 第一读是八卦, 八卦是三话, 对不对? 我说三话, 那第三话就是力量嘛, 就是伐身向, 应该是这样子。 那个, 三话不三话无所谓的, 你第一项是, 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啊, 就是天人地啊, 第一话, 第一话是那个力量, 发生嘛。 你第一话就存在嘛, 是不是? 第一话就存在嘛, 是不是? 那你二话就变成, 可以用嘛, LB嘛, 第三项就是power, 两个, 你才有个power才才可以动啊, 否则它死啊? 不是, 那个力量在第一话就开始了。 第一话都包括, 都全部有了, 力量什么都在里头, 是不是这样子啊? 第三话, 只是往前跑, 最后无止境了。 就是, 刚才我写的这个, 说一说这个问题好了。 就是, 所有的数, 其实我跟你讲, 人人的文明里面九千年, 最纯粹的文明只有两个, 一个是数学, 一个是艺术, 数学是用符号, 就是, 数学是西方文明的代表, 不是指示符号, 它是个for, 一种往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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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还有一个死这个符号, 跑的那个内在的, 人的力量, 创造力量, 那个是艺术的, 我跟你讲, 我从前我给那个大学三年几,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几, 和方诺们对话, 我讲了两件事, 他都不理我, 一件事, 我说西方明明有三个, 最重要的乱语, 一个是行上学, 一个是知识论, 一个是论理学, 对不对? 我说这三个根源, 通通是美学, 那都不讲话。 我说的这个美学就是行上美学, 后来我们讲行上美学, 行上美学的意思就是, 我说的第二句话, 我觉得所有的文明背后都有一个行上美学, 隐藏的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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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的隐藏。 其实你应该讲的是, 佛教头讲的心, 其实就是伐身像, 应该就是伐身像,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你在美学形上, 美学形上, 就讲的是伐身像吗? 就是创造。 创造是来自伐身像吗? 我说你创造什么? 创造出来叫做伐身像。 这是那个力量, 那力量就是伐身像。 就是艺术了。 艺术是你人的心里面的试炼, 不是像西方人看的form来发展艺术, 从建筑到割, 从肖像画到风景画, 到印象派到, 到后来一直到往后, 这个现代艺术。 它通常是个form的问题。 假如那个艺术家, 真正是伟大的艺术家, 它那个form后面有一个东西呢, 它不是宗教, 不是科技, 不是数学影响的艺术, 而有的form,不是的。 它人本身在那个艺术的形式里面, 它都藏着一个, 大家看不到的, 不会注意的,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上次讲的, 艺术通通来自于建筑, 对不对? 古代没有什么, 原始没有什么艺术不艺术。 我们现在讲这个艺术, 通通来自于基督教的建筑。 基督教的建筑就是那个神干。 神干里面都有一个人, 或是先知, 或是耶稣, 或是圣母, 或是什么, 对不对? 那里面, 你不知道那里面含的艺术是什么。 真正的艺术家, 在那个大家流行的form里面, 他要放一个他自己的心情里面的, 内在的, 真正的艺术, 本质的艺术, 放到那个画里面, 叫那个人先知, 有一个表情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都不会注意的人。 好像我第一个注意到。 所以那个表情, 大家都到现在都看不到, 都已经看不到, 但是, 有一个代表。 你可不可以这样讲, 老师, 你说数学, 它那个完全就是符号, 符号基本上不是伐身像, 但是说伐身像, 后面出来就集合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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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发生, 它也有创造的。 它有啊, 它符号就是伐身像, 就创造的。 那你艺术也是一样啊, 你的画画, 所以可不可以说, 这个数学跟这个画画, 它都是伐身像本来面貌之一? 对, 一种是形式, 一种是人类内在。 它表达出来, 形式之一不是全部, 对不对? 内在全部也不要再拉不出来。 对对对。 你内部, 就是创造出来的符号也不是全部。 就是创造出来的符号也不是全部。 就是创造数是这个样式。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就是文明一直发达, 就是现在按照近几百年, 都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去走, 就是中西方的开始。 到近一百多年, 到17世纪开始, 还有今天的。 这种方式 其实和真正古代,我们今天讲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 就好比我们说,Size你不能小伴它,它有Pure Size 最基本的应该是Pure Mathematics, 应该是Pure Number, National Number, 没有,现在都没有 你根据那个人的创造性, 那个National Number, 那个Form, 那个Mathematics, 你才变成一个方程式, 对不对? 那个方程式干什么? 拿来功能有用, 叫Tick Knowledge, 那个方程式发展它的功能, 就是从一个符号纯粹的东西, 变成一个方程式, 所以你不要小败今天我们看到的科学的问题, 基本上它这三个步骤, 和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 三元论和基督教的灵魂体系是一样的, 就是人类随便你怎么变, 到什么方式里面, 什么领域里面, 通通这三个步骤在存在。 那第一个步骤是Purity, Purity is the creation, 就是那个真正的发生, 就是National, 是不是? 没有它, 什么有那个力量都没有, 人类有什么文明可言, 没有了, 但是, 一旦用了功能造了产品, 就是我们像今天看到的, 大家日用品, 这样生活, 这样复杂, 你老早把那个前面的, Tekanology以前的Pure Size, 放得光光光的了, 是不是? 那个Foundation, 已经没有人要赌了, 但是没有那个发生的话, 后面哪里有的, 根本没有呢, 我毕业厂班告诉你, 我天生就是看最上面那个, 换句话说, 我是永远是在, 高空上浮汗下的那些东西, 我为什么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 我是从那个十几岁, 懂得那个数学和禅宗的那些, 基本的要素的时候, 我是从上面看下来的, 这就是老师厉害的, 老师看书的东西就是回头源头, 你的书头有句话讲的, 没有源头没有根的话, 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发生象就是源头就是根嘛, 所以你的基本上原则就是, 你从源头讲所有的意义吗? 对, 没有错, 但是, 我这样做, 这样说, 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到中国文化的功劳的影响, 那基因里面传到我这边, 变成这样子, 但你不能说西方人没有呢, 他也是人类, 他也是个眼睛鼻子这样子做, 他只是用那个地区, 哎呀, 讲人类话,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国家民族, 地缘政治的什么, 这个都是很无聊的, 现代的讲的东西, 所以说西方人类, 都不是那个根本的问题, 根本问题对我来说, 这是靠谱人类学啊, 靠谱人类学啊, 靠谱人类学什么, 就是一群人, 不离乎都掉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的山是什么形状, 河流怎么流, 声音听到什么, 鸟怎么叫, 当时人就根据这些东西, 有一个天才发明了一种工具, 发明了一种说法, 把这个部落带起来的, 是不是, 创造的人本身, 不一定要得到利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有人没有创造力, 但是他会利用那个被创造出来的, 那个功能, 那个方程是, 那个什么像, 什么N像, 他利用它, 会造出产品来, 影响了整个人类生活, 影响了当初部落的生活, 他就比那个创造的人还厉害,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领导, 叫做政权, 后来就叫做国家民族, 是不是, 就像辛吉平先生讲, 生命共同体, 大家都反对他, 什么都能共同体, 你那个阶级都那么深, 你那个有钱的人什么有钱, 你拿出来给大家花, 不可以, 当然不可能, 我说你弄错了, 他讲的是生命共同体, 他的意思到底怎么, 我们不知道, 能够讲这句话来, 不是普通的事, 讲的全人类, 对, 这根源问题啊, 根源问题都是, 三原论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是科学科技产品, 对不对, 灵, 魂, 体, 其实这些问题, 老早在形式上来说, 统统在亚洲的思想里面, 这个Law of Thought, 我从二十几岁非常注意, 三十几岁我就写了一文几个, 就强调, 用哲学观点看几何学, 就是这样, 我用哲学观点看今天的数据, 一样的, 我是三十几岁开始做的, 所以, 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懂这个三原的话, 那个第一个开始就是最重要, 对不对, 那个叫做A等于A, A等于A是什么, 就是字体啊, 它是用符号讲的, 用形式讲的, 中国人讲的本来面目, 根本是一样的东西, 那个, 犹太教长书名了, 根本没有形象这回事, 不是没有了, 他根本不在意这种, 他在意的就是那个, 发生相, 这个人类, 把这个拿掉了, 什么也没有了, 但你怎么叫每一个人, 都是形成学家呢, 你叫每一个人都创造, 创造呢, 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不可能, 那更没有关系啊, 我糊里糊涂给大家讲这些问题, 讲了一些话, 我到90岁, 我越来越清楚, 我就是不是普通人的思想的想法, 也不是单纯的希望的想法, 也不是单纯中国的想法, 所以我没有什么国家民主力的这些差别, 现在动不动, 叫National Interest, 经济挂帅, 我觉得这是非常无聊的东西, 这是非常低的为民, 才变成我们今天产品的世界, 变成现在,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把那个technology前面的, 就是创造符号和创造符号以前的世界, 通通给它eliminate, 但是古代人知不知道, 完全知道, 第一个说明清楚的, 就是犹太教, 灵魂体, 他直观点, 魂体是, 是耶稣以后的事, 是不是? 耶稣以后的记忆知道, 即便得英格赛神, 就是这些问题, 那在古代的第一个问题, 不是technology和product, 是那个pure sense, 是那个树灵, 是那个本来面目, 是那个禅的佛的, 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心有佛性, 一样的问题啊, 我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也不知道, 我看到东西就是这样, 我研究的这些文明, 我都会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在西方文, 现在西方文明光帅, 没法讲了, 所以那个A等于A, 就是那个pure sense, 就是发生, 但是, 在数学里面来说, 在现在科学里面, 完全没有用的东西, 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和你的意思一样, 有一个发生的存在的东西, 根本那个东西没有, 你讲什么文明, 是不是? 就是我一直说那个问题, 没有自然, 哪里有人, 哪里有文明, 哪里有现代的科技, 没有了, 大家糊涂啊, 就不看那个根源了, 你看, 基元先生几百年, 他就知道, 有形式发展的话, 没有关系, 他也是讲的那个, 自体, self-reference, 因为有那个self-reference, 有那个发生,有那个力量,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difference才出现, difference就是那个派中率, 派中率当然很多讲法了, 很复杂, 但现在变得很复杂, 但是把它简单化了, 就是S-O, S-O是什么意思? difference, 你不是这一个, 你就是那一个, 你不能说那两个都不是, 两个都合在一起, 懂我意思吗? 你必须是一个, 你既然是一个的时候, 和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世界, Meternity, 就是Plorality,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世界呢, 什么东西一个一个一个, 都有无相关, 但是你只把东切西切, 找出一两个可以用的, 你就发展, 数据就这个意思, 是不是? 所以, 排中率最简单的意思, 就是从那个identity, 那个unity, 它变成difference, 我告诉你, 现在的数据的专家, 第一流的科学家, 已经考虑到这种问题, 尤其从最近, 我们看到那个数据发展, 好像到了一个limitation, 就是美国人的衰落。 美国人的衰落就是, 他不敢再打, 自身派民出去打打, 用代理人打打, 什么意思? 就是芯片, 到了顶峰, 所以数据的这种科技的发展 product, 到了顶峰, 顶峰它就开始慢慢回来, 所以在YouTube里面, 好多都在讨论后现代的问题。 那你今天这个乏生像, 叫A等于A, 这个乏生像, 那你这乏生像, 到底是集合, 还是真正的乏生像呢? 因为不是, A已经集合了吗? 它已经集合了吗? 它已经集合了吗? 所以它不是乏生像的是不是? 只是这个A型, 形式上来说它是自发的。 形式上它是发生像, 它是起源嘛, 但是它不是基本上自身嘛, 它是他身嘛, 是不是? 它是什么样子? 是西方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 讲发生像的一个form, 对, 西方讲那个数学, 基本上form是集合嘛, 是不是? 因为是人讲出来的。 但是在那个压缩的时代, 还不完全是集合。 那你在A等于A, 你这个A到底是算集合还是发生像? 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嘛, 存在就不是发生像了, 是不是? 它是发生像的逻辑性的form. 它是源头而已, 只能说是源头嘛, 是不是? 但是根据后来就说了。 今天就是自身和他身的议题嘛, 是吧? 你发生像就是基本上自身的嘛, 那里集合是叉身嘛, 那这也是个form, 它是个form, 就是叉身嘛, 所以华生像的基本上, 原来讲起来是圆轴是属于集合嘛。 对,没有错, 你讲对了, 这个也是个form, 所以它指的是form后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 没错。 因为它是form后面的东西, 才变成一个, A equals to A。 换句话说, 没有其他东西。 对对对, 这才对的。 对, 那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没有一个东西单独,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就是没有, 是不是? 你说, 后, 就是连个无限大致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它说出来就不是, 但没有说出来, 就是它原来的发生。 那个发生在数学里面, 就是逻辑里面, 用form来表达, 就是A等于A, A等于A就是讲自体。 那老师, 你澄清一个问题。 你当我们讲这个后法, 那是一, 一一定就有范围嘛, 那就等于一嘛, 零是没有范围的嘛, 所以, 通常我们讲的这个整体, 它是零还是一呢? 因为你讲整体一定有个范围, 就是你的圆圈兜起来, 那才能够存在嘛, 否则你不兜这个圆圈, 它就不存在, 它就零啊。 那就是很很大的问题。 那个圈圈有好多种圈圈的, 是不是? 那就是很多种范围。 一个A也是个圈圈, A等于A也是个圈圈, 那就是个范围嘛。 欧式几何的设定的图形也是个圈圈, 所以它都是集合嘛, 而集合了一个符号也是个圈圈, 原子也是个圈圈。 你头尾相结才叫存在, 这是基本上的定义, 所以原才是存在的, 没有破坏。 假设0你就不存在了嘛, 因为它没有范围啊。 那无所谓, 那0也是人设定图的。 所以你今天这个A基本上是个集合嘛, 不是一个发生像, 不是后面那个发生像。 也可以这样说, 它指向那个, 它实际上是为了后面的发展。 相对于A或B来说, difference本身不能产生difference, 所以difference就是form, 本身不能产生form了。 所以你这个A算设定是不是? 不算设定。 应算设定的, 集合就算设定。 形式里面的最基本的设定。 就叫law, 不是个sealary, 不是个equation。 所以, A等于A,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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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是说明, 从那个发生到有。 对对对。 从无到有。 对不对。 但一旦有了之后, 就像你说的, 那就一直发展下去了。 对不对? 发展下去, 你不懂得那个A等于A的时候, 你那个是有极限的。 就是, 我们说difference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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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对? A or B A or B A or B A可以对一个一个对两个, 一个对无限个。 就不定了。 不定什么呢? 就是difference。 就是后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现在慢慢的人又在恢复这个问题。 所以, 只要你把A等于A弄清楚了, 。 就不会被A raing A or B弄糊糊。 你就把A等于B消毒掉了。 对不对? A or B 那特别是无限的. 一直非放滥。 即äter yиф质了。 对, anybody自己都吃败了。 最后等于A rod正, 你一定有一个制限。 所以芬片很符合 bile, 就是芬片最好。 你到了這個極限的狀況裡頭,你最後要回去,回不去,所以那個A就不等於A了,就是回不去了,回不去那麼矛盾了,現在全世界充滿了矛盾了,但是這種矛盾的這種情況並不是只有亞歷斯多德, 從他的邏輯變成現代的邏輯,我們就叫做ARB了,ARB的意思是他真正注重的,我已經不是A等於A了,是ARB,就集合了,什麼意思了?沒有這個二的話,兩門A和B不存在,沒有意義, 我和你相對存在,因為我們中間有一個關係,對不對?那個叫做AR,他就把那個力量什麼東西把它轉換成form來操作。 那我們人是不是就是ARB了?A就是我的靈魂了,B就是我的這個身體,自然了,是不是就是ARB? 你可以這樣說了,實際上ARB的時候,那個R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他們兩個合在一起嘛。 啊,才能把那兩個合在一起,對,那關係啊。 那兩個環子合在一起,他想要回到那個A了。 是啊,是啊,是啊。 其實當然回不去的,回不去怎麼辦呢? 就變成,我們現在叫做數位邏輯,就是那個subject,predict,object。 我們現在這樣說,都是說的那個optic,都是對象,符號是個對象,沒有對象你講什麼東西。 你說他,對不對?沒有一個我,沒有一個他,我們什麼也沒有啊。 你說他是他了對不對?那就麻煩了啦。 不是他,是他,是你從你到他的,就從你創造到form的。 所以中間是個變動的東西,就form,就是那個力量。 就power,對。 所以你看這個西方人的變化,那個數學的變化,它是根據一個基本結構來變化,三元論的變化。 原來的那個排中率可以變成那個R,relation。 就A和B變得不重要。 只要A和B重要的話,你先把那個relation講清楚。 是加了,是減了,是否定了,是什麼,那樣弄清楚。 是不是? 所以更具體一點,就是我們一般的文法,一般的邏輯, 都是根據一個對象去說的,那個叫做upject。 就是西方的政策,對不對? 但是你注重了這個upject的時候,你就不知道那個怎麼來,那個upject怎麼來的。 你必須要回到那個,使upject可能的那個原來。 結果他發現不是那個A的。 只要那個B可以到A的話,那等於是那個B把那個R消除回到A本身,就A等於A去了,是不是? 所以這不是這樣子回去的,而是往下發展的。 所以那個ARB的真正的意義是在那個R。 那這樣的話,R是一種存在性的東西還是形式性的東西? R。 這個是很難回答的。 因為我們寫出來,它就是個R,就是個形式,是不是? 但是它是一個力量。 關係是個變化,對不對? 我到底,這個東西到這邊,這個東西到這邊,這個東西到這邊,都是個變化。 這個,就是兩個東西,本身假如存在有意義的話,一定要靠中間那個變化。 這個就是微機分的問題啊。 就是力量嗎? 就是力量,它不會變的。 微機分就是可以操作的力量,對不對? 你說無線的話,沒有辦法操作。 所以這樣子以來,那個President,比那個A和B還重要呢。 因為存在數據發展到這樣。 所以你不要小看他們這種天才的變化,好像變成今天的產品世界,數據世界。 變得非常瑣碎,不能控制,失控,非常障礙,對不對? 其實它內在有一個根本的東西,沒有變化。 從上面三個裡面,你可以知道,它通常指的是發生的力量。 而不是把一個東西寫出來而已。 也不是我們不能知道的宇宙人本身,自己,整個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能了解。 但是希臘人很喜歡說。 所以古典型上也都是講那些問題。 所以講那些問題的東西,就是被後現代所反對的東西。 那個叫什麼? System。 就是我可以控制的部分。 控制什麼?變化。 變化,你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關係來操作。 這就是ARP的問題。 根據此來說,你要有一個對象才能開口。 是不是? 這就是P文字。 如果和這個不相同,就差別在這裡。 我們沒有對象耶。 我們對象是自己的,是人的。 你把人當作對象的時候,我問你,你可以操作嗎?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西方也好,東方也好。 它隨便什麼變化,什麼設定,一個對象來操作。 或是按照北京來操作。 它都能有一個形上性的隱含在那邊。 就是那個存在的一樣,沒有消除。 每個人都是姚順。 每個人都是佛心的自由之。 都是按照耶穌的印象。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在雜多的我們現實世界。 那個根本的力量,那個存在,它就存在的,每個人都一樣。 但是你偏偏根據某一個ARB的關係,你把那個全部都忽略掉。 就找到這一部分,你就被吸倒了。 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種行因之下,我才發明那個叫做形上的隱含。 我只是將來人類為名了,大家不會知道。 我30歲就開始了。 就是這個圖案的問題。 但是你能不能說這個真正的發生相的意思。 不是個東西,但是它就是一個形上的盤。 我們也對說。 我們也對說了。 沒錯,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其他人講的self-reference。 这种东西就是不能被讨论的,它是被形式操作以外的一个东西,但它实际上是存在的,永远存在的,所以不要对人类文明绝望,也不必了,就像西班人猜不容形式的,所以艺术已经死掉了,是不是,因为什么? 你看到那个形式而已,这个形式越变越烂,越变越烂,变成一根药符,哪里讲什么意思? 我问你,创造这些形式的那个艺术家白天死光了吗? 这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只有东方人才比较清楚,西方人不管了,我管的就是我发明出了一个项目, 根据那个project可能发生的变化力,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 所以西方人才从希腊,他竟然可以从希腊的欧式集合,合理化毕大格拉斯的神秘的集合,发展到今天的非欧集合和公社法,对我来说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上面的这两层的一层都不像胡搅了,大家只在生下这些复杂的关系都搞不清楚这些胡搅,全世界都不一样 所以优太家的这种变化,就这样变化一样,和科学完全一样 从那个purity,就是树零,没有零以外的东西,这个真是了不起 你说那不是做梦吗?当然是做梦 你不做梦,你就掉在现实里面,被人家洗脑,被环境舒服,被小的范围扣在那边,你也不知道,也真真有词 但也没什么花好钱,人就是这样,所以你大,你小,是你自身决定的 你说上面那个被消毒掉了,那怎么办?你不要做错,人就是人,你里面真正内在的永远存在 虽然不是差的话,也没有艺术,也没有宣上学的,也没有宗教的 是不是你现在再差,你是不是还是按照艺术,宣上学和宗教的方式发展到现在 什么统一教的,什么一样的,佛光山的,什么一样的 这基本机构是根本没有错 但是只是把那个真正存在的力量,把它放到那个琐碎的difference下面去 所以才有了不起的,什么独裁啊,性 各种类似独裁啊,领袖啊,什么什么 独占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一次 所以,National Effect 所以在我来看,人类九千年发明到今天 所有的文明,基本结构,根本从来没有变过 因为你只是人,你人本身不是一个单纯的自体 你是宇宙自然的自体里面,一部分,和一个蚂蚁是一样的 只是你这个人很特别,你会看到那个太阳有一种刺激 你就和他交冲,你有一种幻想,有一种冲冻,哎,画了一个太阳出来 人就是这个特色 那个力量就变成这样 所以所有的力量都来源自于自己 以形式表达来说自己有两种 一个人自己,一个宇宙自体 我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西方人把它跳过 我变成形上的属灵的宗教的绝对性 和我可以控制的,科学的,符号性的这一部分 这种变成形,这种奥远性就这样 老师但是有个说法 就是你这个整体跟个体,个体永远无法了解整体 这有一个trip 因为他这个从全息论来讲,一就是一切 一就含有一切所有的影响微学 所以这个一就是你讲的一人宇宙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个人就一个宇宙,一个人就有全部宇宙的信息 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人宇宙的信息 它整体是connected 所以你就是说我这个人 比如我今天有这个,他们讲的 我今天人有什么,那宇宙就有什么 因为它是两个相连的 我今天有思想,宇宙就是有思想 对,你以人说它也是人说的 没错,但是这个基本上有这个reference 就是全息你的人 所以一就是一切就可以解释一人一宇宙的想法 但是也就是可以知道我从我这个个体 不管是其还是我就可以回到法身相了 因为我这个记录都一样的,是不是? 现在我们在走的,你从前不懂 这是佛教的理论,跟东方的理论是这样讲的 一切就是一样的 而且对全息理论是这样的善想的一体 所以这两个字可以 形式上是一致的 不是两个东西,是不是? 形式上是一致的 你佛教也好,你印度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和科学也好 其实是一致的 只是不同的地区创造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按照人去讲的 一种是按照对象去讲的 一种是按照对象去讲的 按照对象的就是form 是不是? 你确定确定那个other 就像心理学里面,那个谁? 讲那个other 那个叫什么? Livenus other 那个谁已经知道了? 你父亲已经知道了 那个叫Livenus Lacom Lacom 不是,另外一种说法 也是犹太人 那个other 其实就是个大我的问题 就是我们人受两种环境影响 但是你都把那个影响你的拿掉 一种是大的环境 还会自然与众 你被他影响 你不知道 你就天气一变化 寒流一来 你被他无所,我就受不了了 但是寒流了,我上下水去 医生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能 那个心脏半膜也有问题 又装了支架 又扩大 可以忍受那个6度 那个水温大概8-9度 我下水温不会发冻 你用发钥匙 最好不要去 你去的话 最好隔一天去 不要买天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人就这样冲动 幻想 靠一直生活 我没有一天觉得生活很实际 没有 你就是发钥匙很强 对 对 我的幻想创造性 人的艺术性的本质 中国人讲内在 西方人讲的对象 根本是一样的东西 是不同的方式说 这个造主 这样最威名了 世界大乱 在我来看 根本不是这样 根本 你都是自然里面的发生的事 所以 A等于A 我们永远不了解 大自然 我们永远不了解 但是自然生了你了 你就了解 你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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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创造 就是这样 创造怎么来的 创造不是人单独创造出来的 像Ansan 什么 都是根据一个 比他人更大的一个对象 设计了他 就万有引力的 都是一样的 和基督教创造一个神 一个灵 和一个文学家 创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不是 这个都是一个大的环境 一个小的环境 最后刺激的景 一个自然的宇宙 一个自然里面属人的那个本体 和自然相关的 但普通人无所谓的 有的人敏感还是天才什么 他就看到太阳 他就被刺激了 被刺激之后 他就要画一个东西出来了 就是这样啊 我要计算一个东西出来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那个力量就是人和自然 自体性的交通 人 自体性的交通 爱因斯坦说是想象力的 这么来说不是的 是大自然和人的自体性的自然的交互 刺激 你发生一种种种 哦 蔡涛 对不对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 老师从那个一就是一切一切 其实是 那人跟宇宙 它是 它是difference 还是的厚 假设一举一切它就是厚 它不是difference 它不是ARB 没有错 我们讲这个好好白讲 是啊 我们根本达不到 无限根本达不到 所以属人的实际 假如你是来自于自然的 你会创造 对不对 用你就是自然 对 你根据创造的人 再去发挥的是有限度的 所以肢体好像是无限度的 对不对 那个力量 那个存在性的创造力好像是无限度的 不然到现在来看好像有限度 那个人怎么创造 你说再造一个比相对论更高超的 比常论更涵盖子 我看很难的啦 量子力学士的例子 是不是 就是 数据 AI发展就是例子 今天抢芯片就是例子 那有个说法就是说 我们人也就活到这个 这个三维的世界流 只要你在四维五维了 它就完全都弄到不一样了 对 那可不可以不知道啊 那平行世界也不知道啊 是啊 所以大家有的人怕那个联工智慧 两个机器人对话 机器人对话 我们到底要保护人类还是毁灭人类 大家担心第二次啊 对不对 那你的理论说 人工智障那个永远不可能超越人 但是宇宙老师哈 他们说宇宙有个洛 进化的洛 就是量变就会持变 对 当你这个 人工智障 知道人啊 大到一个量的时候 他就会变你的 但是我们不要背 想到这个名字 过分给他夸大 你这样指的什么量 对啊 但是他的洛 就是量变就会持变了 可以啊 他进化的时候量 量根本就是被控制的东西 对啊 但他可以 越多的量 他就会出变了 对 多少的量变多少的值 对对对 他根本是平衡的 阿英山就讲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 所以这种 有对象性的 有数据的 可以测量的 可以控制的 这个绝对是有限度的 我不觉得人工智慧 会超过人的智慧 可能有一些 特殊的数据 一出来 那个robot就乱讲了 就是你的集合不合 对对 不可能商业人 他觉得他是 哎呀没有什么 其实你说 那个是 世界棋所被那个AI打败了 下棋被他打败了 我知道啊 被他打败起來 那假如 你的形式比你 人的那个来得大 他会被打败 假如是 不懂电脑的人 我也学会了电脑 谁会演 你懂我的意思啊 那他是那个 那个 不要给 指那个 阿发 指那个 懂电脑的人 和 不用电脑的下棋的人 来比 在那个下棋的人 和标凯子一样 一样有IBM 的话 是不是 穿那个下棋的方式 没有什么了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 一般所谓族群的问题的 你那个族群涵盖得越大 你就数据越精确 越有用 越厉害 控制一切 所以就这样发自便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只要说出来的这个字 这个名词 绝对有限度 不要被这个文字上说明的东西 把它过分夸张 你夸张的就是被文字控制 话句话说 你不去解释他的时候 他只是这样子 你解释他 你的想象 你超过他表现的功能 那就不知道了 大家在怀疑 人工智慧超过人了 我觉得 不必那样考虑 就这样 人就这样发展下去就好了 早晚 早晚 everything will be over 比如说那个 那个 那个 美国那个 那个 有的时候 唱歌的 叫什么 Carp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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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Charles Lawson be over 不要怕 那个 那些生败很快就来 一切都会过去 当初那样子是加强美国还是减弱美国 我们看起来是减弱的美国 是没有战斗力 现在美国没有战斗力 都不管他了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应该是西方联合起来 是一个大同步 东方联合起来 有时候那种一个大同步 通常按照文化本身深度的发展 就变成两个大的文化集团 不会打仗了 文化不会打仗了 宗教不会打仗 也会打仗 那是笨蛋的宗教 神经宗教 那乱七八糟无垢之重 是不是 艺术不会打仗了 没有为艺术打仗 科学不会打仗 核子武器不会打仗 是不是 哲学更不会打仗 就真正的文明是不会打仗 就利用了那些高等的智慧 造出来的方程式或者理论 控制下面不懂事情的人 打仗 那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会喜欢 但是老师在一山不容二虎 就是打仗的机会和根源 对对对 你的美国跟中国的 一山不能用二虎 一个世界不能用两个虎 就是一个虎 所以太硬打了 提到竞赛的理论 但是你 你任何 difference 有个对象 或者你心里面有一个感觉 它很有限度的 你打不打 它有限度 打到什么程度 还是有限度的 就逃掉了 现在是要逃 大家都在避战 全世界都在避战 只有逃了 你以为美国人要打 美国人不会打 他找你小弟弟打 但是就有乌克兰这种天天的人 相信 文明就是发明了文字 害死人 发明了文字 就制造了各种理论和制度 就把人洗脑控制了 那老师讲的文字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就是西洋为什么会变成 以声音为主 中国为什么以空间为主 这两个基本上的 difference 这个背后的基本上 因为这是很大的谜 你能读别 没错 就像乡英文字 乡英文字 拼音文字 那你说印度 就是声音 就是绝 我也要接近华生相 对 没错 空间是比较 你说印度的中间 空间是比较 空间就是基本上形式 对 是一个对象 所以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根源到底怎么来,他们到底智慧在哪里,那我们才会比较多啊,乡亲文字有前途啊,是不是? 没有,我那个第四条,第四,第五,就是说这个问题啊,现在的,现在存在有的是自然宇宙啊,不是人啊,是不是? 是不是?它不存在的时候,自然没有,还有你有什么,太阳没有,你有什么,是不是? 好像这个问题,大家觉得这个不是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这是后现代的问题,还是海底给以后的问题,大战的问题,是不是? 其实你也不要小干人类,它再低,再精工出复合级的问题,它还是有个限度的,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根源的部分,我们不清楚,但是为什么不清楚? 就是有一个东西比我们人还大,这是宇宙,宇宙我们在具体来看,就是地球上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球是一点点,是不是? 你这群人落在这边,我跟你讲,人类为名,自然的因素占了百分之六十,是不是? 人文因素占了百分之三十,偶然因素占了百分之十,战争是偶然因素。 最不引起战争的,是人文和大自然。大自然没有叫你打仗的。 所以人们利用的,你的天然发围的都是竞争起来的,它打仗。 没有商品的话,你打什么仗。没有石油问题,你打什么仗。没有能源问题,你打什么仗。 是不是?很多问题我觉得很简单,为什么人被洗脑成那个样子,就变成好像真正有词,就是那样子,而准备什么什么。 台湾更特别,台湾明明知道要打,全世界的那种人,我们不怕,因为不会打来。 台湾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无所谓的,这个无所谓的。 任何情形,在大的宇宙里边,什么古力古怪件都会发生,我觉得没有什么。 那是偶然时间,是不是?偶然时间以外,大自然的力量占了60%,你想想看。 现在的,我们才知道温室效应,西湖变化。我们现在三种清楚。 你说一百年前,谁管这种事?是不是? 温室效应也是人为造成的? 对,没有错。但是根本原因,你把自然改变了。 自然改变不了,人为改变不了自然。 但是,它影响了自然,自然还照样在走。 换句话说,自然的宇宙有十个person, 对,有十个number。 人的意思是,0.1个number。 你影响了它,影响了一个number好了,它有几个number还在跑。 但是,老师,你这个经验跟象形,它不是个偶然,它是个必然。 对,它也不是必然,它是很复杂的变化。 就是象形文字,你看。从第二年十五千年开始。 从山东,江苏,东北,一直到陕西。 埃及的象形文字的识域,比中复更早。 埃及的象形文字。 埃及的象形文字。 埃及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它头脑里面想着利用象形的功能和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是在中原地区。 就像我们等下看这个采访。 是在河南到陕西。 这条线是最重要的。 这条线里边, 蒋连研发是比较稳定发展的。 但是相对的,你看, 滴中海沿岸的发展变化好厉害。 对,我们是这样子自然观景里面。 就是这个纬度多少,温度多少,这个地区里面。 我们看黄土高远是那个样子。 是不是? 我们就形成那么一种思维的状态。 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最后才变成大传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大传这种根源的彩刀,不是加布纹。 等下我们来看这个彩刀,你就知道。 大传这种很厉害的。 加布纹不算。 所以这个地区里面, 是这样子。 自然景观是这样子。 人民生活是这样子。 有一个天才出来, 综合的一些因素, 画了一个图出来。 就这样。 你就叫我解释, 我没办法解释。 我已经是最根究竟, 追到文字。 你讲这些道理是什么民主啊, 独裁啊, 或者什么共产, 你都是文字的道理, 讲零话都是文字游戏, 按照社会的状态去做。 是。 你因为那是绝对的, 那我们没办法。 是不是。 那个都是地区性的, 时代性的, 很强。 那种文字的变化里面的结果, 不是绝对的。 今天这种现象, 大概, 顶多二、三十年就过去的。 说不定十年就过去, 也说不定明天就会过去。 是不是。 所以文字里面的东西, 这个偶然因素很多啊, 它很容易再能变成, 很容易变成, 一个图做出来的东西, 它统合性高。 所以中华民族, 我没有想到中华民族这个名词啦, 现在中国文化说什么, 叫什么? 复兴。 复兴。 我对这个完全没有兴趣, 你根本借那个既有的东西这样说一说而已啊, 这个没有什么真正力啊, 你要, 你要, 大陆团结性比美国人还好, 你要这样团结, 来相信那个文字的关系啊, 他说出来的, 其实可能是变你的, 也可能是对的, 不知道。 说的人那要看你运气, 碰到一个比较好的人, 懂得统合, 利用这些difference, 说出一个difference以后的道理, 一个制度, 一个什么。 那大家都相信, 我也没什么话讲, 是不是? 但是, 相对于中原地区这种发展, 这种文字, 你说我们, 一开始我在读达安大学, 看这种文字, 这种文化, 这种, 现在这种状态, 我都完全失望嘛, 中国也不是强国, 武力也不强, 经济也不强, 根本没有现代中国这些, 是不是? 我从前迷信那个现代啊, 结果一看, 现在都是西方的, 所以, 我放弃中国的太脑, 被拳回, 研究地中海啊, 你不能叫我研究什么, 一次大战,二次大战, 那我们也进去, 那就是地上的人, 那就是帮你讲一通形成, 形成西方的现在是这些样子, 有根源, 根源在地中海, 我一看地中海, 哎呀,不得了呗, 两核流域, 那么多种族, 那么多战争, 那么, 应用性那么高, 实际性那么高, 它就发展武器, 发展各种, 应用体, 再应付点核有益, 因为大家要抢耕耕的地方, 是不是? 大家没有想到, 这个跑到地中海, 在北岸, 到希腊, 到希腊那边, 完全变成了一种, 哎呀, 一开不得了了, 那个希腊是地中海里面的鞘土, 它竟然把那个, 沿着两个流域, 往东走的, 印度, 波斯, 它都影响, 它都吸收了, 你看那个尼采你就知道, 在希腊那边, 尼采的来源就是, 就是埃斯特, 是波斯, 我就觉得好遗憾, 后现代主义, 通通来自于海里和尼采, 尼采到过印度就不同了, 是不是? 因为他想过西马拉雅人, 到过中国, 那他真正是世界的, 自主类, 哲学, 他以他的天才, 感触, 敏感度来做, 真的超过海底, 可惜的很, 他, 所以当初的环境限制等等, 很多太多因素, 我们不能完全了解, 就是山地亚海, 他的思想, 就在德国和大西洋和波斯之间, 不到印度, 所以, 这些是蛮异契的。 所以, 这个地区里边, 两河流域是这样子, 希腊是这样子, 你应该到南方, 埃及, 或者是希腊旁边这个国家, 就是一天半岛的。 那种变化的多端, 宗教各种, 和两河流域差不多的。 但是, 最后, 这些文化不是集中在埃及的, 所以, 我从前, 我觉得很遗憾, 我对爱旧, 股价很高, 因为他们那个文学性非常高, 宗教啊, 什么发展也比较早, 文字也发展比较早, 这个最后是希腊的, 没有变化。 结果于希腊, 我研究最多, 我就发现一个根本问题, 大家不会注意, 不会了解, 大家都在念希腊神话, 那希腊神话根本是改造的, 不是越南, 因为什么我发现一件事, 那是文字以后的希腊神话, 为什么希腊会超越爱旗呢? 那不知道, 那是同学特表啊, 那边的钱材数很多啊, 你一读波拉图文就知道啊, 你读波拉图文就知道啊, 跟希腊神话有不同啊? 那个希腊是亚利山大, 亚利山大埃及政府的, 当然亚利山大是希腊的野蛮人耶, 是是是, 当时是在埃及盖了一个亚利山大读书本, 是当时世界上最多的, 那几千年在金市场盖起来是 impossible的, 我们中国还在采草, 那这样就加一集金市场, 对,没有办法, 后来埃及开场, 被人家政府, 所以这个地区里面那么复杂, 对不对? 它有世界最早的宗教, 最早的建筑, 最早的文字, 最早的文字, 是因为埃及没有战争啊, 就像中国那样的, 不是战争, 不是战争, 战争算不了少, 战争可以灭亡一个国家, 我觉得那个无所谓, 可以被灭亡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无所谓, 那一群人都无所谓,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犹太人以色列, 我没有国家, 我没有战争, 你们都打我, 但是我不会亡, 我觉得这种和中国是非常类似的, 中国不是一个什么国家呢, 不是的, 你当那个国家看, 我没有办法的, 你说反中国是吧, 这个都很无聊的, 他明明是很容易被人家亡掉, 是不是, 亲世王以前跟不要讲, 都是百家西民是吧, 几百个, 几千个, 和希腊当中的state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中国人变成一个大的帝国了, 这个亲世王以后, 有好有坏了, 不知道了, 中国人的命令, 中国人也不是完全了解的, 现在中国人也不是成年中国人, 是不是, 所以后来, 一个佛教把中国称成整个阅面条, 本来鲁家道家是很了不起的, 政治哲学, 自然哲学, 形象学, 对不对, 你看变成道教, 一旦变成道教的时候, 你看魏晋也好, 汉, 整个汉朝到唐朝, 伟大帝国, 都相信道教, 到现在为止, 你跟台湾也是一样, 道教还是非常深, 那是中国和佛教刺激之下, 这个东西。 所以, 比他更厉害的是佛教本身, 把中国都湮灭掉了。 因为佛教跟赵家他对法山巷的讨论都很多啊, 国家里来就把中国都全都重合了, 因为印度和波斯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过渡, 波斯还偏向你最终海, 印度刚刚好, 又是雅利安人,又是偏英文字,又是在西马拉雅上。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因素。 他早期是神本。 对。 神本不神本是其次的。 他也是一个很杂多的民族,杂多的文化,杂多的宗教。 中国也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混合的东西。 但是印度的混合不如中国。 中国可以温和。 所以以外民族打我们,灭亡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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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 我早就把你头发掉。 老师刚每个说法,宗教起源于沙漠游物民族是不是? 因为他每天都生死啊,看到天啊。 当然,那是原因之一。 中国人在温带上面,他注重人的生活实际。 中国人在温带上面。 印度和伊朗在沙漠,也有高原,也有中国人。 对啊,他们对神的感觉比较清晰。 天空的影响也很大。 对啊,他们对神的感觉比较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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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的影响也很大。 对啊,对啊,对啊,对。 就是曹蓝一东西,对。 差点那么大。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对。 所以西方人形成一个方法的民族。 就是因为它太复杂了。 它要控制,控制它就变化了。 就是摩胁也就是画一个范围集合学的。 所以一开始,从印度开始,算数发达了。 然後到了西大就是結合學,其實這兩個通通是從神學來的。 阿拉伯只有抽象,沒有上帝的。 對,他是四宗教,四文明,阿拉伯沒辦法。 他現在安在那個中間。 印度教很跟人,歷史悠久。 猶太教阿拉伯要講,巴朗斯坦的地區那麼複雜。 培養出這樣一批人來,這也不可思議的事,我們看不懂上帝怎麼安排。 所以這兩批這樣子發展。 雖然是這樣發展,我們必須要承認,沒有大自然就沒有人。 人可以不同,地域可以不同,文化可以不同,對不對? 你不可以把你前面那個作為自然和自然人的創造性的基礎切掉。 製造性,就變成後來的歐洲。 歐洲不是太教祖的,沒有太教祖的, 他是聖父的,差別很大, 你看那個儀式性比高麗大教的寬大多了。 等到马丁路德,现实斗争,贵族也斗争,教皇也斗争,他是革命家一样,马丁路德很厉害,所以后来恒尼巴是把基督教看为国教,就变成我们现在的新教,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教。 基督教里面有一批人还想要保留原来的天主教的理想,这个走调,就是新教徒,就是现在的美国,美国经过了一百年衰弱,所以你说这两个文字形成这两种状态,现在东西中美对垒起来,我觉得是自自然然的,没有什么。 怎么发展,看起来人类不变那么笨,不笨的意思,即使变化也好,会迟变,会回来。 西方人早晚会回到原本身,他回到以后他就要很难,他一定参照,你不要觉得美国人是这样子胡虽胡虽,拜登和川普那么笨,他们也有天才的,他自乎也有智慧的人,他懂得东西方了,不是不懂的,怎么看他不懂的。 你也不要看中共那么宣传,中共现在舆论战很强,很强,和川普以前不能比的,川普以前中国不会胜,通通是美国,现在不同了。 所以这种情形,你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觉得很欢迎。但是人类就是这样演变,你吸收我,我吸收你,你反抗我,我反抗你。 这会不会变成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唯一的希望哲学是,你恢复到哲学的状态就好了。 恢复到哲学状态,我就是,你不懂得统一律没关系,你不懂得排中律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 你知道上面有那个A,A等于A,你知道有一个A不等于A,A等于B,就是difference。 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被现在的成品,日用品,核子武器,复合体什么什么的控制,你不会这样子。 但是你没有上面的两个,你就没有自然,没有人,就是产品,就是商业政治,商业文化。现在的悲哀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看到最近那个数据有一点,有一点挽回的这种迹象。 数据不是数据,是data。data和人的关系比较密切。就像我先读取的,拉安那里面。 你只要把那扩大到极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必须要回到人的本质。 回到人的本质,一种是基督教的这种,一种是中国人这种,中庸,回到我的内战。 西方回到基督教的话,它因为object,有一种绝对的要求。 所以它是矛盾的二分的,整个西方文年纪。 这个阿拉伯早晚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出路,对不对? 刺激它,找这个出路的是五分钟的。 这是东方啊,阿拉伯慢慢也会变的,是不是? 只要按照文化的方式去变,就没有事,人类就很好,很和平,人都变得很好。 你要按照产品去变,日常生活,地常物去变,是不是? 那上面两条都没有了,是不是? 那就是我说不要用文明干文明了。 我说了十年以上了,大家不会注意。 大家一定觉得那个是无所谓的事。 这我说非常重要。 你回到人的意思,就是回到那个原发生项目。 因为科学数据还没有发展到极限, 那个真正发生项目回不来的,对不对? 现在冒开的数据慢慢到了极限了, 就美国人失落就是这样。 那些人乱打一栋,就是科学的一个极限。 那些人离开商品,他就往往上跑。 往上跑就和上帝和人相关了。 所以我在写那个极乐人,他们到底是世界的理由。 欧洲文明已经控制全世界那么久了。 这个现在堕落成这样子,欧洲天主教世界。 我觉得好可惜。 就等到犹太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合一起来的, 那哎呀,我们人类太好,太幸福了。 都不会打仗。 那东方也是一样。 我中国人天生盖一个商手,我不要打。 你打我,我就盖个商手。 打我太厉害了。 中国人出一个天才,叫他获取病,把修农赶走了。 把修农赶走了。 我都知道,现在欧洲形成立员之内。 你不会对业久远的事情的关键性的变化, 你不会知道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的时候,我们发现, 到的是人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 不是产品的问题。 只要是人的问题,就是你的内在和你的form相斗争。 出现内在的话,就是艺术。 出现外在就是科学。 就是宗教和艺术是不可以分的。 所以我不会去写出来, 叫现代人了解后现代这些东西。 我说我不会那样做。 第一,我不是那个批评人,反对,是不是? 我不是那样的科学的人。 第二,你先把拼音跟相形最大的different,先讲清楚。 你今天说没办法讲清楚。 不过我讲两句话,这些问题我五十岁左右都看到了。 你看到没讲清楚? 有啊,我就写出来按照当时的方式。 现在可能觉得不够,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那个过程已经过去了。 就是新上委员要义啊, 文字解放的争议啊, 就是讲欧洲的问题啊。 新上的隐含也是因为欧洲啊。 因为我懂了这些东西,我不想去批评啊,对抗啊。 解释我都不想。 解释是现在符号哲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就是你两个符号制造一个符号出来, 一个符号制造一个符号出来。 必须要重新再解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东西。 能之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片子上面就发现要有另外一个名词来说明, 这两个名词。 那叫做Exponential,就是解释。 一个新的三元论符号论,想三元论。 那你说像我这样了解,我不敢讲我是对的,对不对? 按照我的个性,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可以解释它的时候, 讲年轻符号,我会比它更宽于大面。 所以在七十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做那些事。 我应该讲我自己。 否则的话,我不能涵盖那些东西。 所以后来我就一开始先解释了很多艺术问题。 后来是数学问题。 因为这两个是文明里面纯粹的东西。 科学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应该回到艺术了。 这些东西。 艺术不是形式的问题,是内在的问题。 内在的问题,本质艺术就是创造。 所以现在一流的科学家他们都懂得,都知道。 让人恢复到创造功能的时候, 让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会想办法统合一些,写我自己要讲的东西诸如此而已。 写出来可能没有人懂,没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 今天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大师在台前好像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我就现在越老,头脑越清楚, 但是越活在迷宫里头一样。 怎么统合这些东西。 做一个好的塑料,我已经做不到了。 因为头脑做不到了。 现在不对,我就用识歌方式什么都放进去。 社会、科学什么都放进去。 你现在隐蛇出洞,你懂吗? 你这蛇走到后面都不出来。 那隐盘隐盘的,要出洞才行吗? 我现在写的,我不是写诗了。 我就以卢士大佛,对我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不对? 真正的艺术问题,本质的问题。 艺术的本质不是艺术的一些形式,像西方艺术人、绘画的人。 不是。 是那个人的创造的本质。 创造的本质就是真正的艺术。 那个本质表现在你那个身体里面。 你那个代表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表情。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现在我都不敢讲,从前都不敢,现在我敢讲。 所以我才讲的卢士大佛。 那也不是什么佛教的问题,都不是的。 中国艺术到了那个时代,今天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表情出来的。 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啊。 我三十几岁知道了,看到了,都不敢讲了。 因为大家,原来是一个雕刻,什么时代,其不是的。 中国艺术的内在性。 到了那个时代,由那个环境给他,他造了一个人的表情出来。 哇,那个表情不得了。 来,时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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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